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默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跨越人生的红绿灯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个小男孩名叫Mike 他在四岁的时候就失去了霜青 被寄养在远房亲戚家中 每一天都会被打被骂 但还好Mike很努力读书 长大后他就考上了一所知名的大学 而不过呢 毕业的那一年因为景气低迷 所以他找工作找了一年都找不到 而在Mike的生活中 有一位很照顾他 已经七十几岁的房东太太 每一次当Mike回家时 房东太太都会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而每当Mike露出沮丧的表情时 他也都会安慰Mike说 一切都会好转的 虽然Mike每次都觉得很感动 但又觉得房东太太 每天只要坐在窗前 看着窗外的人来来往往 就有房租可以收了 根本不能够了解他有多么的辛苦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Mike人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房东太太 总是看着一样的街道 还有单调的红绿灯呢 有一天呢 Mike就好奇地询问 而房东太太就回答他说 人生不就像这个红绿灯吗 一下子绿 一下子红 红灯的时候就不要动 动了就会出车祸 而绿灯的时候呢 就可以自信地往前进 而有时候 你远远地看似绿灯 可是当你走到斑马线前的时候 可能又变成红灯了 不过这都只是暂时的 你终究会往目的地 继续地往前 所以当你的人生 遇到红灯的时候 不需要焦虑不安 也不需要着急 因为终究会变成绿灯的 一切都会好转的 亲爱的朋友 你觉得你的人生 也好像是遇到了红灯吗 不要焦虑不安 不需要着急 一切都会好转的 故事中的房东太太 真是很有智慧 看似平凡的红绿灯 的确就像是 我们每一个人 人生的写照 人生旅途上 本来就会有遇到 红灯的时候 但是这都只是暂时的 只要满怀着信心 继续向前 无论顺境或是逆境 都无法拦阻我们 前往目的地 圣经中也有一个人物 在他人生中 遇到了很多的红灯 他的名字叫做大卫 有一次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回到自己的城市 发现敌人 已经攻破了他的城 甚至把他们的 妻子儿女都辱去了 所有的人都 非常的焦急苦恼 甚至气笨地责怪大卫 可是大卫却选择 求问上帝说 能不能追得上敌军呢 上帝回答他说 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 都救得回来 最后 大卫果真将一切都 夺了回来 上帝带领大卫 走过人生的红灯 亲爱的朋友 上帝会带领你 走过人生的红灯 也许 你觉得眼前的环境 让你停止不前 但上帝今天要来鼓励你 一切都会好转的 你必追得上 让你愿意向上帝来求问 上帝也必会为你开道路 并且引导你的人生 走进丰盛的未来 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 都充足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卫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